第一位,鄺俊宇議員,3分鐘 主席,千呼萬喚,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終於來到立法會 我想他本人都很期待,因為以口材了得見清的他 其實都不只是做處長,應該要做局長坐你頭的位,老實說 今天先禮後兵,因為我相信這一次都不會是我唯一一次跟你面臨的機會 事實上我想問,SB031在裡面涉及一些專門用途的物料 就是警察要買了一個裝備3億加到6億多 我留意到處長曾經在區議會讚賞過一位立法會議員 在現場進行一個疏離的工作的時候,疏到街坊離開 這個行為值得讚許 首先我多謝處長應許議員在現場做監察的工作 因為我們認為最好的監察就是現場的監察 但處長我告訴你,在現場的監察我們看到 一些前線部份警員真的相當情緒失控 見記者在蟑螂前蟑螂後說一句不合適 兩句不合適就噴胡椒噴亡,對記者的硬噴 當大家說要尊重新聞自由的時間 我想說在過去這麼多件事來說 我想問處長第一件事 在這個機會,你會不會值這個機會 向我們香港傳媒在前線採訪 遭到警方暴力對待的時間作出道歉?請處長 下次再 多謝主席 首先就是在這些暴亂現場,大家看到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很多暴徒用很多暴力的方法去倒爐,去掂汽油彈 我們警方其實非常尊重這個新聞的自由 但我們其實也有一個工作要做的 我們是要壓止這些暴力 首先我們要壓止暴力 由於我們和傳媒可能存在一個結構上 大家的工作的重點不同 我們是要執行法紀 我們要把犯法的人拘捕 我們是希望這些暴力不要影響到市民 主席,我時間有限,不好意思 我想問你有沒有跟傳媒道歉? 請你容許我回答這個問題 我一直在回答這個問題 我傳媒的朋友也是有的職責 希望去到最近的地方去採訪 但我們也要防止有些人在傳媒後面 會用刀剑來同事的頸 這些全部發生過的 搶反全部都發生過的 所以我認為大家是各司其職,互相尊重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是跟傳媒的朋友 然後是不同的一些協會準備面見 以及都是跟我們前線的同事 跟記者的前線同事 我希望大家面見 我時間有限,我只有三分鐘,我還有三十秒 曾經我寫了一封信給處長 處長的一封信給我,就說 行動符號是能夠找回 我們認為行動失當的警員 根據機制去進行調查 在過去的時間 其實我在密密都抽到不少的行動符號 我想問處長 我們現在整理好行動符號給你的話 分析之後下一步你會做些什麼 我想我們每一個行動符號都是獨特的 是根據這個行動符號 可以找回相關的同事出來的 但我想要看看你的需求是什麼 無端端只是行動符號 我想知道這個人是什麼 我想要看它的需要 如果你說作出投訴當然可以 其實大家在過去這個星期都可以看到 部分在示威現場的警務人員 在制服上面有一塊白色的硬卡 不是坊間所說 隨便用一張白紙印出來的白卡 而是一張由警察官方派發給同事的硬卡 上面寫著他們工作的崗位 代表警員一些行動符號 代表著他們所屬的部隊小隊和他們本身的崗位 而每個警務人員的行動符號都是獨一無二 有鑑於現時警務人員被起底的情況 越來越嚴重 為了平衡市民去識別警務人員身份 以作投訴的需要 同時顧及警務人員和家屬的私隱保護 現在我們將行動符號這個措施 逐步分階段推展至其他處理 今次示威活動有份參與行動的部隊 以改善現在現有的機制 如果任何人想投訴警察 都可以向投訴警察科提供這個行動符號 從而辨別警務人員的身份 希望公眾可以明白 警隊推展行動符號的措施 是積極回應公眾的關注 同時我希望再次澄清 在示威現場之中大家看到的警務人員所謂蒙面 並不是為了逃避法律的責任 避免起底而是一些保護的裝備 在一個這麼暴力的示威現場之中 警隊作為一個僱主 有責任的機構 絕對有責任去保護執法的人員 避免因為暴徒襲擊而受傷 因此警隊向前線人員提供了 頭部和面部的一些保護裝備 我所說的裝備包括一些面罩 礦火罩和防戒護頸箍 我希望提提大家 警務人員的樣貌 從來都不是識別警務人員身份 唯一可行的方法 一樣有效的是透過獨一無二的行動符號 去識別警察的身份 你也要求控制住 警察的主機 警察的準備 警察的確控制 警察的關於 警察的用心 警察的陷阻